大家好 给大家说一个消息 阿根廷这国家 退出金砖国组织 要加入北约了 俄罗斯要是听到这个消息 什么感想呢 普大帝听到这个消息 什么感想呢 对吧 我看他是气不大一出来 当然你看他一开会啊 笑咪咪的 笑咪咪的 而且他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前 你很少看到他笑的那么甜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故意的用这种微笑 来掩盖他内心的焦躁 他现在肯定是非常焦躁的 因为那么多国家支援乌克兰 对吧 只有中国支援他 这个支援的力度恐怕就 不能覆盖住 那些北约国家 对乌克兰的支柱 而且我觉得呢 这里面对中国来说有一个问题 什么呢 就是你支柱他这么多 最后 如果能够打赢 那你这个支柱没有白支柱 那如果你支柱了半天又不能打赢 那你这个支柱等于就是肉包子打狗了 你没有回报啊 对吧 你的付出 最后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 那么你这个付出还值不值得呢 等于就是让你白白的付出啊 你是亏啊 这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呢 中国对俄罗斯的援助 你得好好考量 不要援助的太多了 可以援助一点 这不要太多 因为太多 那个真的是很划不来的 对吧 而且中国还应该怎么着呢 就趁势啊 让俄罗斯把侵吞中国的那些领土 还来 即便不是全还来 还一部分也行啊 对不对 那这个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成果啊 多好 收过一大块的土地多好 俄罗斯这个国家是侵略成性 在过去500年的时间里面 扩张扩张不断的扩张 成了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 它的邻国基本上都受过它的侵略 对吧 它侵略中国占的土地有580万平方公里 从来不说还 从来不说 那咱们伟大的中国能够咽下这口气吗 那可是580万平方公里啊 目前中国也就960万平方公里 这可相当于中国现在面积的一大半啊 就怎么白白送给它吗 对不对 迟早应该让它还来 这可是个大好机会 对吧 趁着它现在 顾及乌克兰 都顾及不过来 对吧 那边日本又找它还的北方四岛 这边波兰又可能对它开战 要让它还那个加列宁格勒什么的 那中国何必不让它还点土地来呢 是不是 而且这个是名正言顺 这本来就是中国的土地 你凭什么不还呢 对不对 你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如果你真的热爱自己的国家 你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国家的领土被别人侵吞了不还给你的国家吗 你也不能同意这个 对不对 你就得想办法 让俄国你把侵吞中国的土地还给中国 那是属于中国的 不是你俄国的 拿了别人不该拿的东西 你得还给别人 让中国扩大一下自己的版图 对不对 如果那580万还来 那中国就是世界第一大国了 对不对 那不不不 那至少也是世界第二大国吧 对不对 那对于中国将来经济的发展 潜力的开发 不是大有好处吗 对不对 我来稍候